我们继续介绍其他的建模工具 但是首先老师想要把刚才建立的物件删除 怎么删除刚才这些物件呢 我们可以用点选的方式来选取这些物件 被选取的物件会出现一个白色的全选框 我们这个称为bounding box 全选框 在选取的状态下按键盘的delete就可以删除 或者你也可以用滑鼠拖曳的方式 拉出一个圈选框 放开之后 只要圈选框碰到的就会被选取 所以这样你也可以将它们全部选取 还有第三种方法 使用快速键 如果你要选取场景上所有的物件的话 请按Ctrl加A就可以全选 当然如果说有一些物件被隐藏起来 或者是被冻结的话 你是选不到它的 但是这个我们稍后再讲 我们还没有讲怎么去隐藏物件 怎么去冻结物件 好一样按键盘delete就可以删除 我们再继续看其他的建模工具 好如果说你要建立圆柱体 或者是管状的物件 像水管状的物件 你可以用这两组工具 我们在这边用cylinder来做出一个圆柱体 你可以注意到在这边 我们建立物件之后 可以设定它的半径 你让它变得比较胖一点 还是变得比较瘦一点 high则是可以设定它的高度 好在这边还有一个high sigma 这个high sigma是指它的分段 在高度上的分段 你看这边有几段一段两段三段四段五段 这个可以做什么呢 像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像比萨鞋塔一样的模型 它有好几层嘛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的先把你的这个层数的先分好 好然后再配合一些建模或是编辑工具呢 来做出你要的效果 那另外如果说你要让这个这个圆柱体呢 产生弯曲的话 如果说你的分段不够 那么弯起来的效果就不会漂亮 好我们弯曲是后面才讲 不过老师这边可以先让各位看一下 刚才我们在这边呢 切换到modify我们讲过了 你可以再稍后去编辑它的参数 对不对 parameter参数 例如说高度你也可以稍后再调整 好 那如果说你要让它产生一个弯曲的效果的话 怎么做呢 你可以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下拉选单叫做modify list 这个就是修改器清单 3DMass有提供很多的修改器 它可以 有些修改器是可以让物件的外观产生变化 有些则是可以做用来做一些动画的效果 其实大部分的修改器都是可以做动画的 它的修改器数量非常的多 那老师在这边呢 因为要讲弯曲 所以我在这边介绍一个band弯曲编辑器 好 它会在你原本的圆柱体的上面 加上一个band 那如果说你要让这个圆柱体弯曲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呢 去调整它 这个你看 这样就可以产生一个弯曲的效果 那老师怎么让它弯曲的呢 滑鼠游标移到这里 这个是band修改器的参数 它的弯曲角度 angle 弯曲角度 那你在这边可以直接输入 例如说我希望它弯到90度 可以直接输入 但是老师刚才是怎么做到呢 你滑鼠游标移到这里 你可以看到在3DMath里面呢 有很多设定参数的地方都会有上下键头 那你在这边按着滑鼠左键不放 再用拖曳的方式 就可以调整它的弯曲 当然如果说你是选择其他的参数 像这个direction呢 就是设定它弯曲的方向 我们可以看一下 按着滑鼠拖曳 你可以调整它往哪个方向弯曲 好 OK我们再还原回来好了 好 这个angle 是设定它弯曲的角度 那你看我们刚才呢 是有五段嘛 一段 两段 三段 四段 五段 你可以注意到 我现在不要选它 不要选它 你会发现呢 它的轮廓并不是很平滑 因为我们刚才只有五段了 所以不是很平滑 OK 那我们可不可以再回头看一下呢 可以 我们再切回圆柱体 刚才是五段 我把它再少一点好不好 本来是五 我把它降为三 有没有看到 它变得更不平滑了 但是面数比较少 那当你这个高度分段呢 只有1的时候根本不会产生弯曲 为什么 就跟我们人一样啊 人有脊椎嘛 脊椎是好几节的嘛 好 那如果说这个僵直了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弯曲了 就像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你要得到一个比较平滑的弯曲效果的话 那我们这个high sigma 高度的分段呢 就要增加一些 我把它加到10好了 我们看一下 你看 它就会变得比较平滑 当然你说那我这边可不可以加到100 可以啊 但是问题是你的面数就变多了啊 好 面数多的话就代表你在 你在最后算图的时间就会更久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不需要这么大 除非你真是要做特写啊 好 所以你刚才看到的其实10 在这样的距离啊 不做特写的情况下 其实已经够平滑了 那就不用再增加 好不好 好 OK 这个band呢 我后面会连同其他的修改器在一起讲 待会各位要练习一下的话 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拿掉的话 好 这个band的修改器如果要拿掉的话 在这个地方 按一下垃圾桶图示 它的功能是做什么呢 remove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的下面说明 它是让你去remove modify from the stack 从堆叠 移除修改器 所以我们在这边按一下 就移除掉了 那你刚才看到这个圆柱体呢 也就回复笔直的 好 外观 我们再看其他的 回到creator建立面板 tube是可以做管子一类的物件 先用滑鼠拖印 放开之后呢 决定你这个管子的厚度 你可以让它厚一点 可以让它薄一点 点选之后再往上拉高 决定这个管子的高度 所以像你如果 你如果要做一口井的话呢 那你可以不要这么高 但如果说你要做水管的话呢 你就要把它拉高一点 好 建立物件之后 你还可以再去调整 它的两个半径 radius 1 调整外面的半径 radius 2 调整里面的半径 此外呢 也可以设定高度 或者是高度的分段 这个高度的分段 跟刚才我们介绍的是一样的 如果说你要让它弯曲的话 那么你的分段呢 数量就要再增加一些 好 还有刚才我们还没有讲到这个side 这个side是什么呢 你可以发现 其实呢 它的剖面呢 边数 目前是18 所以我这边如果再把它降低一点的话 你会发现 它的外观上就不是这么圆滑了 对不对 这个是side 指它的边 好 我们看一下 五个边的时候呢 它的剖面就是一个五边形 你看 1 2 3 4 5 五边形 那甚至如果说你把这个smooth平滑关掉的话 它就不会有平滑的效果 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一些建筑外观 你可能像如果说要做一个五角大厦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圆柱体来做 好 我们看一下 来 这个 选择这个工具 这个圆柱的模型 我们切换到 modify 先用这个工具 选取物件工具先选 那如果说你要做五角大厦的模型的话 你半径可以加大一点吗 高度不需要这么高 分段呢 也不需要到这么多段 甚至呢 一段可能就够了 对了 如果说你要把这边的数值呢 设定成最小值的话 我们刚才讲 你可以用滑鼠拖曳来增加减少 对不对 好 还有如果说你在这边按滑鼠右键的话 按滑鼠右键可以把这个参数值减到最低 有时候是1 有时候是0 不一定 看参数 好 那我们在这边的side 现在呢 它有18个边 这样算起来有18个边 那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个五角大厦的话呢 我们在这边就要降到5嘛 降到5 然后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还会有一些平滑的色阶变化 我们如果不要的话在这边的smooth把它取消 那这样就可以做一个有高度的五边形 好 虽然说我们也是用圆柱体来做 但是它也可以做出这样的效果 OK Pyramid是可以做金字塔 先用滑鼠拖曳 设定金字塔的底部 放开之后再往上拉高 决定金字塔的高度 Pyramid Teapot是做茶壶 可以做一个茶壶出来 那你如果觉得这个茶壶啊 看起来零零角角不是很平滑的话 一样我们增加它的sigma 增加 它就会变得比较平滑 面数也会变得比较多 Radius可以设定它的半径 再来 Teapot Parts 这个茶壶的零件 你可以选择显示或不显示 例如说我今天的盖子不要 我想把盖子拿掉 那我可以把这个Lead取消勾选 如果我今天不要茶壶的壶嘴 那我可以把Spot取消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茶壶呢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像茶杯的外观 甚至呢我把这个handle取消 就好像一个茶碗 或是一个调味罐 调味罐的话我们应该再把这个盖子再盖上去 所以一个茶壶它可以改变做出各种不同的造型 最后呢我们再看Plan Plan可以做平面 像我们在制作墙壁啊 或者是像海报 我们经常都会用那个Plan来做 或是做地板也会用Plan 用滑鼠拖曳就可以拉出一个平面 在下面 那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再去调整它的长度跟宽度 你可以用滑鼠拖曳的方式来调整它 好那此外呢你可以注意到它是有分段的 它是有分段的 在这个地方长度的分段宽度的分段 那我们刚刚讲如果说你要把它变成一段一段的话 你在后面的按滑鼠右键就可以了 但如果说你今天是要做 像如果说你要做布料 Plan其实也可以拿来做布料 那如果说你要做布料的话 因为布料通常是软的 那你就必须要在这边的增加多一点的分段 像我们后面的会带各位用这个 用Plan来做一个棋子 像国棋这样的模拟 那像这种时候呢 因为它的皱褶很多 那你的分段也就相对要增加 像我这边的再增加一些 20乘20 它的面数就会比较多 在有时候呢 你必须要用比较多的面数来做出你要的3D模型 好以上为各位介绍的是3DSMath 这里的Standard Primitive 标准几何物件的种类 待会请各位同学练习到这个地方